大家好,我是大卫,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视频,我结合自己的实际种植经验 来讲一下通过光照和温度控制让泼墨湿湖兰常年开花的方法 我的两盆泼墨湿湖兰分别购买于2021年10月和2021年11月 分别种植在两个不同的环境之中 在这两年多的种植中,一盆主要在秋冬季开放 而另一盆除了夏初几乎全年开放 接下来的视频我就根据实际情况总结让泼墨湿湖兰全年开花的方法 这两盆泼墨湿湖兰种植使用的植料都是水苔 种植的容器都是下面可以储存水的懒人盆 施肥方面使用同样的缓式颗粒肥搭配磷酸2氢钾液肥 主要在秋冬季开花的这盆平时是放在南向的阳台上 为了避免阳光暴晒,都是放在立体花架的第二层 几乎是没有阳光直射的,主要是接受散射光 另一盆几乎全年开花的是放在东向的窗台上 上午可以接受阳光直射 中午之后都是接受非常明亮的散射光 在夏季炎热的时候会在窗户上放遮阳板,避免晒伤 所以从光照的方面来说,保持足够光线照明 对于促进泼墨石壶兰常年开花是很有帮助的 从温度方面来说,阳台上的温度波动是比较大的 特别是冬季,夜间会降到10度左右 夏季白天又可以超过35度 而在室内东向窗台放置的,冬季温度也在20度左右 夏季一般不会超过35度 关于泼墨石壶兰其他管理要点 我在这一期节目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如果您还没有看过,可以点击视频右上角观看 总结下来,要想让泼墨石壶兰常年开花 最好是提供充足的光照条件 不过要避免炎热季节正午和下午过强的光照 以免灼伤叶片 因为不同纬度地区的光线强度不同 可以根据观察适当增加或减少光照强度 在温度控制方面 尽量保持20至35摄氏度的种植环境 再控制好通风和湿度 相信民众的泼墨石壶兰也能常年开花了 感谢您看到节目最后 节目中有不对的地方 还请您留言指正 也希望您能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 期待与您在下一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